花蓮港务警察总队15号上午在花蓮港23号码头 举行港安纪灾害防救的实行演练 这次有17个参演单位 共计有150人次参与 除了出动空中直升机以及海巡舰艇配合演练外 也安排港口防空打击任务 演练过程超逼真 花蓮港警队集结入海空各单位 以熟练的战绩包夹持枪截传的歹徒进行攻坚 再次15号上午在花蓮港23号码头 举行的港安纪灾害防救实行演练 这次有17个参演单位 共计有150人次参与 除了出动空中直升机及海巡舰艇配合演练外 也安排港口防空打击任务 逼真场面让人看得超震撼 本次演习包含防治破坏防治劫持消防救灾三大部分 不论项目假想演练流畅度 及各单位横向联系配合等 都显示出精良的水准 有建议花蓮港是东部的重要关键基础设施 基于超前部署多一分防备就少一点损害 所以我们基于这个构想 测定了这一次的防灾演习 这次的演习除了参演单位权力动员配合外 花蓮港务分公司及航港局东部航务中心 更给予权力后勤资源 让演习更加顺利 而花蓮港为台湾四大港口之一 希望透过演练增加各单位间的沟通协调 提升灾害发生时的应变及处置能力 让美丽的花蓮港朝向国际观光港口的目标迈进 记者 徐立琴 花蓮市报道